你好 最近在地盤上的一位安座 有他們幫你補充美美的鏡頭 這個美好的鬼真的是 其實說到其他的國家 這個只要有台灣人在的地方 我們的風水移情還是會有 但是美國人他說 我們今天的這個神桌 這個叫做文化 他問我說為什麼你們可以坐在那個 馬路那邊搭一個棚子 就在那邊吃飯 為什麼可以這樣 他說我們美國沒有這樣 我說那個叫做文化 而且還會吃飯的時候 他的舌頭在下面跳舞 我說那個也叫做文化 對 他覺得只要台灣人 內衣民法黨 只要有台灣人的地方 那個風水移情 自然就會帶到那個地方去 像我們去新加坡 我們就會想到說 為什麼他們建的房子 第一層樓都沒有人住 他們都會飄高 好像高架腳這樣飄高 第二樓第三樓是一個木樓 要做下國際的 然後 所以問他說為什麼會這樣 他就說 第一樓 今天是有高的 高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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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屋主席 你放鞭炮 放那麼大聲 你的意思是講你要收了是不是 你說你的我唱我的 我說10點就是10點 我們做人不可以這樣 按笑信 很美 不差那15分鐘 對講講話時間就過掉了 沒事 來去跑打洞窗 等一下放我們打電話 沒關係 所以因為有華人的關係 所以他第一層要當作是人家那個 那個婚商喜慶在用 對 他們沒有像我們這樣 有什麼兵力館 有什麼沒有沒有 就是直接從他們家裡的下面 給這一棟所有的社區 你們婚商喜慶 全部在那邊舉辦 這樣也不錯 就是因為有華人 有中華民國的人在 所以他們就有那個風俗習慣 有這樣的感覺 對 但是像是本人啊 他們有人去世的話 三天之內有隔一景 對 真的很快 很快喔 三天之內 我看他可能還沒死掉 那個時候還 那個禮物還